嗨 我們現在在逢甲 我們這次受到了台中逢甲商圈遊客服務文化協會的邀請 來參加這個2020的逢甲夏季旅遊大使活動 那這次活動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因為最近政府推動了振興券 所以逢甲商圈針對了在逢甲推出了專屬的優惠 那振興券在逢甲商圈使用的方法呢 就是用1比1.2的方式做兌換 舉例來說呢 假如我要吃120塊的滷味 那只要給商家100塊就可以吃到了 他這個的使用方法呢 就是用LINE加入逢甲的官方帳號 那就出示你的LINE跟商家做101.2的兌換 那來到逢甲夜市啊 不管是要吃東西或者是做美甲 都可以使用這個三倍券喔 所以這次我們就帶著我們的三倍券來逢甲 一起來看看這三倍券能吃什麼好吃的吧 走啦 你看他這樣 他就在喝飲料了 這好遠 這一定是 人生是一張三層票 你是坐票 我是站票 每次來到逢甲夜市這邊啊 都因為太多選擇 每一樣都很好吃的樣子 然後就不知道該吃什麼 對啊 所以這次呢 我們就挑了幾間 才新開幕沒有多久的店面 我們要去吃 除了這些之外呢 我們還會去吃一些網路上 平價很高的雞排店喔 好了 第一張跟大家介紹 是在逢甲夜市的這個麥當勞 第一間我們來到這個 在麥當勞下面的這間賈文青飲料店 這裡的夜市都一找就這麼多人了嗎 好多人在排隊喔 你要喝什麼 我要喝他們推薦的這個伴手檸檬青 他推薦的裝潢啊 就有這些可愛的插畫可以拍照 很可愛耶 在這裡還要很期待 而且這個假電話 第一眼看到這個 我就很蠻喜歡的 我覺得這根本就是我們啊 人生是一張單層票 你是坐票 我是站票 好了 我們點了一個伴手檸檬青 跟這個小時候魚泥相遇 這個伴手檸檬青 就是他們現在主打的 就是搶配上來的 很可愛齁 年輕是檸檬的青色撈 年是青茶的成文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伴手檸檬青 因為你看 這個男生是不是叫Raymond啊 欸對耶 Hi I'm Raymond 這位賈文青叫做Raymond 這個賈文青先生 這位呢 就是賈文青的代表人物 雷蒙先生 等一下 你看這樣 幫我拍張照 這個芋泥香芋 蠻好喝的耶 這個芋泥都綿綿的 小時候芋泥香芋 好喝 推推 它這裡面啊 就是有芋頭 然後弄得很綿密 再搭配著牛奶 喝起來呢 就是有滿滿的芋頭 跟牛奶的香味在一起 吃成這樣 吃成這樣 很好吃啊 要吃乾淨一點 現在因為太熱了 所以我們來吃這間 在今年六月才新開幕的 有點綿綿冰喔 我剛剛看裡面很可愛的樣子 Hi 它這裡的招牌就是這個芒果霜 然後它芒果在這裡現銷耶 超特別的 他說因為現銷比較新鮮 所以你跟他點的時候 他就這邊 他就在那邊消炎 它這裡的冰淇淋 它這裡的冰淇淋 都是沒有添加很快的 所以不就是出去的時候 就會融化得很快了嗎 就整個化掉 所以就建議在這邊做著吃 就很舒服了 它這邊芒果跟牛奶 都有打這個型號耶 主推芒果跟牛奶 那我們點了這個招牌芒果爽 它這裡就是有新鮮的芒果果肉 這三球是可以隨意搭配的 然後我們點的是芒果口味 中間是牛奶 兩個芒果一個牛奶 然後中間這邊就有滿滿的芒果 我們還有點了 這個三種不同口味的冰淇淋 這個是火龍果 這個是草莓 這個是鳳梨 它這邊店面每個小角落都很適合拍照耶 可愛 可愛 而且你這邊在這邊拍 看起來就很繽紛的樣子 好啦你再拍下去它融化了 好啦好啦 它這個草莓是用新鮮的草莓加上麵乳去做的喔 我覺得它這三種其實都還滿好吃的 就都吃了出水果它原本本身的味道 牛奶的也很好吃耶 難怪它上面有花星星 這感覺看起來就很好吃 芒果牛奶冰 牛奶我喜歡 而且這一杯才九十塊耶 這在永康街可能就要一百塊以上 這好吃耶 這個我好喜歡喔 這個我也很喜歡 我本來不太愛吃冰的 想說來這邊吃一個看看好了 結果一整杯都快被我吃光了 果然是這裡的招牌 我覺得我下次來的話還是會點芒果爽 可是我這三球會點不一樣的口味 可能是一球芒果 一球牛奶跟一球草莓 一球隨便另外一種水果口味 因為它的水果口味也是很好吃 對啊 它這邊還有這個幾點卡 幾滿四點可以送一碗綿綿丁 你看它這幾點卡還很可愛呢 其實我覺得它這一間啊 雖然開始離逢甲商圈 有一段走路大概五分鐘的距離 不過可以離開那邊人非常多的地方 然後走過來這邊吃個冰是還滿不錯的 接下來我們要來吃的這一間呢 是在逢甲這邊人氣很高的天使雞排 美麗你看牌好多人喔 你看它這邊還有評論3449個五顆星的評論 就是大家都評滿分嘛 美麗你看這就是它那個雞排的切面 好酷喔 我們拿到我們演的這個雞排加薪包菇 它這邊的雞排就是有分原味跟辣味的 那我們演的這個是原味 它這雞排啊光拿起來就有點重重的感覺耶 而且它這個雞排是沒有提供切的皮物的 你看超厚的 哇這真的很厚耶 厚厚的一個 你看我的手 比例子 沒有 這一間啊我一跟我朋友說我要來逢甲吃東西 他立刻馬上就說吃天使雞排 這吃起來有點甜甜的 因為這個是從高雄來的 所以它的醃漬的醬料呢 會有點甜甜的口味 然後它這裡面的肉真的是非常厚 而且它沒有去做那種打薄的動作 有些雞排店他們會去把雞排打得很薄 看起來會很大一片 但他們的雞排就是沒有打薄 而且它這個皮外面的皮 炸了酥酥脆脆的薄薄的 這個皮我喜歡耶 好吃 接下來我們要吃的這一間呢 是在天使雞排旁邊的這一間 韓心橋烤冷麵 這一間烤冷麵啊它是沒有座位區的 只有分成站著吃或者是外帶 那韓國歷史的文化呢 是起源於有些上班族呢 他們在邊等公車邊要吃東西的時候 就可以站在店家外面吃東西 等到公車一來的時候 就趕快拿他們的東西去追公車 那這些烤冷麵呢 是老闆在韓國旅遊的時候 在南北韓的邊疆吃到的這個烤冷麵 所以他才決定要引進這個冷麵機 讓台灣人也可以吃到這個烤冷麵 它真的很特別喔 它就是韓式的蔬食 所以它這個韓式炸雞是用喉頭菇去做的喔 它這個冷麵啊 就是用這種鐵板的料理台 然後放上冷麵之後呢 它還會再放上雞蛋啊 蔬菜這種東西 這看起來很好吃耶 很特別耶 沒有吃過的 好像有點像蛋餅 好了我們點的這個是韓式炸雞烤冷麵 跟這個新調手作特調 它這個烤冷麵呢 裡面有冷麵雞蛋跟起司 還有一些生菜 跟喉頭菇做成的韓式炸雞 這個韓心手作特調啊 就是用新鮮水果下去發酵的乳酸具飲料喔 喝起來酸酸甜甜的 它這個烤冷麵啊 煎得表皮酥酥香香的 它有QQ的口感 比較淡跟大量的青菜 還有韓式辣醬 整個吃起來微微辣辣的很開胃 整個吃到小吃還可以攝取到青菜的喔 是不是真的在台灣我們沒有吃過這樣的東西 真的沒吃過啊 甚至在韓國都沒有吃過對不對 好特別喔 嗯 真的蠻好吃的耶 難怪老闆娘不惜一切代價 要把這個冷麵雞帶回台灣 它這個店面的造型是用風車當作一個造型耶 很可愛吧 很像真的在等公車一樣 欸公車來了公車來了 你還在吃 公車來休息了 好啦 逢甲最後一站 我們來買這個三億古早味蛋糕 來到逢甲不僅可以吃吃喝喝 還可以帶這個三億蛋糕當伴手禮帶回家喔 那這個三億蛋糕店 就在剛剛的蔣文青飲料店的旁邊 它這裡有很多種口味 原味起司 巧克力 還有乳酪 它這邊平常的話 就是主推這個原味跟起司的這個蛋糕 那如果說要吃巧克力的話 可以假日來買 假日會有這個巧克力的 那其他的這些的話 你們要吃的話 就是要打電話過來先預訂才會有 這間其實我之前就有吃過了 那它吃起來的口感就是軟軟綿綿的 不會太甜的 不會很膩 就是古早味的健康蛋糕 好啦 那我們影片裡面的這幾間店 就是我們選出來 新開的跟網路上評價很高的 幾間在逢甲夜市的店喔 那如果你來到逢甲夜市的話 也別忘了使用真心券來這裡消費喔 掰掰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